我跟一個人一起抱著 我覺得最近涛衛的話 因為我們在歷史上也有很多教授 我們的勝率還算是比較高的 算是挺久時間沒有畜業過他們 所以在心理上我觉得是我们的选手相对会有利一些 就是在心理压力上 然后竞技状态上的话 因为我们对战京东的时候 其实表现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那么好 所以我们及时调整一下 就是以很好的状态来对战涛波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相对高一点点的胜伤 来这里这个和线 奥拉夫的嗅觉非常敏锐的 没扯的 这个熊熊应该拿了 拿了 惩戒抢下来 而且下路过来 下路开打了 这边下打了 好战是男人 Loken的悬崖在低 这一波爱奇的下路处理的好 要不然这个猪魅可能要逼技能了 先打了一套先手 把涛博这边的血量给打敌了 对 这一波是涛博的下路想去支援河道 结果爱奇下路是率先发的 但是这边身上的血药还在 对 慢慢在这里 指上去 猪魅就在旁边 这一波在勾演 牛头上手上了 但这边的尖克拉夫的血量太低了 直接被秒了 而猪魅上一上来 球球这边感觉死不掉 这个闪现绝对闪现 这个提起来是369的 宝兰的话这里应该是也跑不掉了 这一波涛博的下路是大获全胜啊 这里也感觉JK如果能把闪现交出来的话 会好很多啊 这一波感觉是卖 是卖早了 卖早了 而BG出过爱奇开始找机会了 对爱奇的 没什么能量 不过兵线推不进去 这里整个了一波让炮有个机会 闪现过去 大招没晕到 但是369的反应比较快 今天反身晕了一下左闪 要强杀 左闪里面强杀 但是自己应该是不要被换掉 有点危险 闪着回去先锋你走位 奥拉夫这边的斧头是空了两个 但是没有关系还是杀掉了 给了点了空去有没有伤害 有了 自己要换掉 最后打了一个二换二 没有一个人生存下来 奥拉夫收获一个双杀 兵线是往淘宝这里推的 但是说实话这一波爱奇小转一点点 他的兵线是小转的 很稳 兵线的位置还可以 这一赛出来的话要死的 这里要补这个刀的话要死的 还好有Q往前走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直接给大招 线魔开大以后上去Q1 Q2被晕在原地 结果有机会跑掉 猪头没有抓到 猪头没顶到 而且乐阎这边是一级的CD了 如飞这里 有点危险 没闪现的 被睡到 这边反手大了一下球球 这边有大招 猪妹赶了过来 但猪妹没大呀 我的天哪 又空了一个猪头 难受了 吃你的中路塔 但369这个位置 可能会被断一下 宝兰这边止了一下 要打369 还有机会吗 没有技能了 尔赛这边 还有第三个技能没有上 对的 直接开大招了 打了 但这边老牛是捶了一下 猪妹赶了 猪妹赶了 卡莎进场 这边老卡莎直接被打了 这波直接有点冒失啊 我感觉有点出事 球球也是没大招的 而且这边则赛是一个很好的招 则赛还是能收掉球球 球球这边没血量 没大招 是Rookie拿到这个人头 这波套拨在这个狭小的地形 有点太低估 则赛的影响力了 我觉得这波是 这波是则赛打得好 飞炸了 大招 哎呦 后这边隧道有TP 这波本来是涛博感觉想去下路先包的 这波有点难跑吗 下路 下路 两兄弟过来支援一下 还有三个三个 这波爆手 在这边先打一波先手 Q2被嘴飞了 这里奇亚娜给技能 下路线这个位置 哎呦 轮回一点迷路卡 轻起来 轮回要死 正念建模 但这边奥拉夫战斗力还可以 技艺剪技能 被逼了一下 朱妹 朱妹这个被动 啊 刚的话是打了一波一换二 哎 这波本来是涛博感觉想去下路先包的 结果被挨进来了一波反方 哎 这里过去奥拉夫自己的大招给逼出来 这边要杀了 轮回优势被秒了 他是没双招也没办法 但是奈特这里打过来 打一炮 闪现给他给大了 毕丹拉夫 这一波进化 这一波朱妹丢拉夫那个大招 怎么必要 没错我刚才就是想要说这个 对吧 他如果留着给这个左一的话 感觉左一最喜欢再交个闪现 马上消失的打 宝兰这里面睡到 这一波还好是个女塔 但是宝兰比较弱 这一波要打 现在伤害全部给到女塔 但那边建模的伤害也很高 打了两道伤害 球这边抵一下 哎 凯兰接下来了 这一波三连锁比的还不错 但是他一边推了一下 泽萨跟乐颜两个都是差势 泽萨又来了吗 但这一波的话 泽萨要被卖掉 这一波泽萨稍微有点冲动 而且这边大塔 要收乐颜 乐颜是差一丝血啊 这一波 这一波爱记打得有点拼啊 一个草 他在怎么选 被罩了出来 二连起来 这一波应该是要出事了 这边摆成一个大招 还能跑吗 队友那边好像在切谁啊 先入奈特吗 哎呦 这边是拖了很长的时间 朱妹表达给到 但是一个牛头 但是老牛 老牛不怕 但是人家还指上蓝 指上强行杀奴 有夏天的往后接待 德赛那边肯定要被卖了 德赛接被扰掉 球队在前面谈了很久 而乐颜的话 这个抗力圈论 盛阳实力的伤害 给一个治疗 这边可能要全杀了 感觉埃及这边扛不住了 这边已经死掉了 后面倒地 二十二分钟 这一波打得非常不冷静 大龙有了 不可能 持续时间内 还要打一身里谁的 这边要杀了 要杀奈特 奈特这边有一个秒秒 这部伤害还可以 凯南的那招放了一半 把他自己先被秒了 我上这边没选 有人把我挡一下 路肺里面帮我挡一下 键魔 键魔 键魔敲一波 键魔敲一波 路肺在旁边杀过来 这边要打三六九吗 奈特要被秒了吗 下一次选奈特死掉了 这边的话熊球已经开起大招反打 与此的第二盆低 这边卡莎进去了 这边卡莎进去了 球球也倒地 这边春哥加打出来 球球已经没了 这边的话熊球应该也是要被杀 这边又折上来 这边三杀的卡莎 最后一剑 被奇亚娜打到一个双杂 3加2 爱奇打赢了这一波反波 这一波打完局面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先是过去Q2打一刀 就忍不住 我觉得球球这一波没必要了 他是把那个怼了 球球这波有打 但是凯南没打 是的 凯南没打其实蛮关键的 他是可以保后排的 凯南这波拉扯真的漂亮 保蓝是闪现一直到一个后排 卡莎再飞进去 然后整个的正面就没办法了 哇哇 说实话挺 挺刀尖舔血的 是的 这又是爱奇这种常见的 不科学团战 这个不科学团战 三个人都是死血的一个状态 说一下 当初的团战已经不是那么好处理了 过来飞行 四年七秒全都没有打到 这里 他是想把三六九 他是想把三六九逼走 就没排完 打到了但是这个Q没中 三六七里面没排完 这边的问题 这边的问题 龙虎交了继续技能 在这边龙虎被剑波切了一下 剑波看自己的秒秒 球球里面应该是被卖了 陆瑾 狼虎被秒了 刹打的切入很关键 若肯是切断了最高的后白 刹杉基没白掉 但杰克烙还在出涌 这边球球好像没选了 杰克烙又切了进来 三六五看齐的精神 哎 这里洛言 洛言走位躲开 过了很早时间 杰克烙活了下来 这样的话这波是打成了一波 二换三 上野 还记得上野是换掉了 罗肯以及球球 以及三六九 我是绝对能把正面的团战开起来的 这有人迷路了 扎苗没用了呀 面对一个伤害最夸张的Rookie 但是NAT NAT有闪现 就闪现 差一点 在这边 睡到了 NAT这一波应该是可以完成一波 DANSA一个中间 但是这个大龙怎么说 大龙好像IG要拿下了 现在卡莎打到还是比较快的 洛言没有想到他这些猪头怼了 没错 他刚好怼到了三人那里 哎 正面 余塔只没有知道 在这里要表了 真的被表掉 大龙给刀在这边的血量了 这边的话卡莎都拿 可以 三三六这波 接着连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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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连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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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拉回来 但是大龙没拉回来 LOKAN这边应该是可以逃生的 但是正面一波感觉稳打 有点传练 有点想偷 这波是要追的 而且是越塔偷 LOKAN这里有点跑不上的感觉 来了看到一个剑模怎么办 过去想一天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团面一波 哎 哇 那这一把现在淘伯有点难打了 这边打龙 哇天扯让淘伯现在很难受啊 淘伯必须要来龙圈 看熊手的位置 这波熊手能成为这个救世主吗 有点难 走现在上面顶住啊 但这波埃及的阵型上面有点乱 埃及有坤墨的 虎勇极大将大 天风地脸 接着连进场了 接着连进场 这波打龙圈锅 现在坎特上还知道 今天还可以 但是CV已经倒进了 楼抢点被表较 那么游戏结束了 你波罗的那个团战 又是一波零换五 哇 Rookie 虽然说今年来讲 你也许说不出那句 你永远可以相信宋一静 但这一场比赛 你不得不相信宋一静 是的 这一场比赛 让我们看到了埃及 久违的三叉戟回归 三叉戟 在三条线上面 这三个大和 都是各有发挥 分别冲过了前期 中期和后期 涛博最后这几波 团战打的真的是有点没脾气 在第一场比赛里面 是明显的状态回暖 但是面对新贵涛博 他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的 欢迎回来本场比赛 我们通过经济曲线 可以感受到 正所谓一波三折 是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在下路那波高地的推进战当中 涛博做出了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 最终葬送了一整局的优势 那一波的话 涛博其实有点贪恋 想一波上高地 在我的观点来说 因为他们的阵容 有在奥拉夫的强势期 去打出一定的竞工 来看一下最后的MVP 最后一个大招 一波定江山的精彩绝景 RUKI 849的数据 其实这个齐安娜 也是最近集场比赛里 RUKI状态最好的一个英雄吧 他最近也更加倾向于 玩这种偏AD的英雄 无论是齐安娜 还是上一轮那个杰斯 所以今天RUKI 其实他扮演的是 IG的一个 打野位 顶级工具人位 对吧 让RUKI去打一些带节奏的这种 身兼素直 这应该是终演双游嘛 终演梦也会稍微辛苦 一点点下路一个台 直接点燃 直接点燃 天哪 往那边敲了一下霞 这个打法就是先压血 让你很难受 这一波他是想强行压血线 然后让我的对线能够 够得到 但是这波上不了 把自己闪现给逼了出来 那这一波的话 又是把这个局面又送了出来 是的 如果说上一局 过来还没有抬到 赶紧溜 但是这里好像不让他放过你 他方那个是挡钩 挡到了 但自己怎么办 这把RUKI要死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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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路对线有点结束了 Oh my god 宝兰在这一把前面的 处理都非常的冷静 这把IG的下路完全打开 杰克拉我刚刚那个小走位 下路崩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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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盾 我觉得涛博这一把 这几节有三级吗 但你不得不说 这IG下路刚才的处理更好 完了完了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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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没技能了 闪现点先杀这边的 完了 这个有闪现 这个有闪现 球球这边要不要招闪 还是招了吧 闪现回来上 这边没有套了 杰克也是打死赶啊 但这一波都还浪费一个闪现 看一下下一发W 什么时候好 应该死是死不掉 七秒六秒 你下路是不可能去帮了 哎这边有机会 这一波都还在一个是不会再交闪了 对 只要一旦被凯南一起能传到 其实一般上男都不会选择再交闪了 是的 因为上路这个线也不太想对 下路又想上了一个 哦 但是这边的话 这个老鼠被抬了一下 不过这里的落是跑不掉了吧 但球球怎么办 还好一下 哎呦 还行 这一波的话是 哇捡回了一条命啊 我感觉球球这个落完是非常流畅 真的好 他的落完真的好 这么多对吧 也是 上路应该是凶多极少了 哈哈 这边三六九 好配合动员直接进身 哦呦 现在直接被融化掉 那套博在上路啊 霜大 继续给予压力 对 欢迎颜色 这个下路也太惨了吧 这什么意思 这要来了呀 这有闪现的要不要招 哇 没停起来 那里外边的落怎么办 过来球 过来接下来 哎呦 真的好 但是这个点燃是后上的 应该是烫死了 哇 这个点燃是他走的时候 才是一个新鲜的点燃 是的 但你看现在这个局面就是 如果下路能够稳得住 其实上来 来这里中路直接飞了 但如果这边有闪 熊球绝鞋找了个闪现 在那边这边帮到一手乐颜 熊球这一波的闪现 直接被融化了 这难得怎么办 中野的话 全崩了呀 现在套博 中野也崩了 现在唯一还有就是上个波 上来就要没月吗 呃 应该有辅助帮忙下 这边是一个自己的过呀 这两次你怎么跑 阎阙支援过来 这个落在附近 凯南的打招还差一点时间 这一波想要应悦了 先要杀球秀可能 球秀要被秒了 可以收获这个人头 但是凯南现在在拖时间 自己上了一个店 三六九这边还在拖 但他再给大招 苗苗躲一下 现在三六九 好绝望呀 三六九能够做到他 能够所有了 我真的有点心疼了 说实话 因为他是 他有点牵一方而动全身 他一条线裂掉 所有的人都着急 然后所有的人都出了一些问题 而且时间还很充足 我感觉 往前走一点 没人吃吧 我刚往前走 哈哈哈哈 左赛有点傻眼了 左赛 我们兄弟们都没人吃的 这一波 我觉得棒的 是不是稍微有点拉呀 想等一下 冰线其实 但是其实给了他们自作边 入行野区的一个机会嘛 对吧 特别走过来 中路打一个爆破 这个中路的一塔 有点难守 哇 三座外塔全部投资 哎哎哎哎 哎你冷静点 这一波急要上了吗 要捶耐 等耐在这边赶紧拉开 这一波脚急要 这是真摆给啊 这是真摆给啊 说实话现在正面还是不好打 这个路口沿途没有抬到 不过后面飞机 这一波感觉是涛博那个机会 看涛博那个抓住 看涛博这个机会 看涛博这个机会 看涛博打得还不错 那这个进来要杀死 看涛博倒地了 但是带在那边也不敢再多输出了 如可以跟杰克拉五两个人才去 这一波埃及开始了 大节奏大节奏 大节奏 涛博这边是连续追了三个人头回来 从泽博这边是连续追了三个人头回来 从泽博这一波开始 就怎么办 这又还几个死亡秒表 那这一波又是死了两兄弟终野 这边还能跑吗 球球 能走能走 这边QG能探最后一下 差一次雪 差一次雪砍他在上路 这一波的话 这没办法这脸探草丛了呀 这因为是 关键有的时候啊 其实你没有那个探掉果 看下这里 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秒钟给留下了 是的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 帕博这波先占位置 但是下路没大 看一下这边过来 再抓一个肉后卫 慢慢来 看到了一个 这边要等一下Jeky 没看到凯南 要等Jeky 要等Jeky 找到了 这边找到了 这边先抬一个球球 三六球这边被迫开一个异醒的 乐园是被打残了 那里面剑某上来 打一场伤害 终于是被N4打出来 但是霞姐姐被砍死了 霞姐姐被抬死了 霞姐姐被秒到重球也倒进 这三球一盒的对面也吃了 这三球一盒的对面也吃了 这三球一盒的剑某已经上了 哇 那这一波又是达龙还没有 还没有 这一波火龙拿着血亏 零换物 现在主要这个达龙已经刷新了 都不敢说的 站右盒就走影了 到底皮什么呀 但这一波 我也是他们自己已经残险了 这个时候爱智似乎想去打这波反向 这波走向要走啦 反而是手中里边先开了 这边的话 后盘 Ruke可以配合保护下队友子 这边开起个大招 在这波的话爱智应该是不能再打了 他们几个人撞在他上 Ruke閃现要抬 这波都感觉是超过这个机会 但是这边捕出球球已经被打了 但是卡莎记被融化 这波爱智像的分车不理智 恐惧到了一个Ruke感觉也要死 这波就超过那个机会 这波就超过那个机会 我走下这边也要被秒掉 这一波团接了就离谱 这一波可以打大龙了 这一波就出现了 就只有IG才能够抓住的机会 只不过是Rookie的闪现台 没有台到 把蓝这一波没有要死啊 把蓝这一波 那是一个医患 他是小流人 现在正面还想打 先锋路正面就要开你 要打球效了 球效这边赶紧往后来 你们去没有太阳 被秒了 在这边太阳也没状态 在那边手速应该将卖掉自己 在那边进场 进了那边闪现 左一下在那边手就踩了起来 球效这个踩很关键 要被踩了吧先溜 还想靠过 这一波的话IG又是亏大了 这下这边赶紧留双C为金飞表 哦 点了个爆炸球果 两边应该都要撤了 哎 这一波 没道理 没道理 真没道理 现在有个问题是 雷克赛跟泰坦在这种逆风局 很容易被溶掉 这个位置 直接闪现台给拷掉了 但是看了一下球球 球这边被打退 但是自己很灵活 雷克赛是进去开启个秒表 但是队友能帮助他吗 剑魔要上 罗言赛要被秒了 这边的话剑魔已经冲了进来 要杀36球 30就被开启个金身 这边的话延续大招分下走位 30就被秒掉 卡里对的手按还可以 卡里面一心的坚强 那球球就弹了进来 球球这不是MVP吗 接下来我开启个水银 但是Rookie Rookie跟Jacky活了下来 但是HG墨已经死了三兄弟了 而且Rookie这边 自己的状态也不允许他追击了 这样的话正面 两个秒表是拖了足够长的时间 球球打得是真好 他很灵活 你秒不掉他 对 关于他秒表还拖了足够长的时间 让自己成功的能够逃出生天 淘博这个局面要翻了呀 要翻了 连续打赢 三波团了 这是第三波团了 这一波又是一个一换三加大龙 好嘛 不太容易 博这个炮车 抬过来 两个炮车 先秒掉再说 还是被强行点掉了 狗雷亚就在一步落 狗雷亚不怕的 环手踩着对方的衣服 这边LC关灯了 他那直接被秒掉 后果这边还很冷静拉扯 继续保持自己的双肢的输出 这才已经冲了下来 但这一波的话 IG有点危险 踩到两个弹球就自己被秒了 凯南这个秒 这个金身开的 呃好像有点失误啊 这个是失误了 保住了人啊 大龙BUFF继续推进 这边是个4V4啊 这边不能推了 不能推了 看一下后面的追击 这波IG一连是不想让你们走的 操波这波只要溜就可以了 冷静一点只要溜 哦打准没打到 那还可以 操波这波是成功的溜走 并且拆掉了一个门牙 这波还是转的 辅助的互换 哎呦 想当演手 QJK浪 JK浪 延圈在关进的门 哇 这波后续能不能留住 小辣两个回车 这边如果是想要辣掉自己 小雷 洛可也做了一步揪身手 洛可还在JK浪 就这边反打 JK跟JK 这边凯南进场 JK啊 JK跟雷克赛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血量 雷克赛这边应该输了 正面回来 洛可再往前A过去 这个收拾残局 JK这里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走掉 他有这个被动 但这波套波感应可以一波 是想一波 但是剑膜这边还活着 直接一个秒秒先破除时间 哦 NOC这边自己 圣诺盾挡了一个Q3 都快要死了好像 这两个兄弟有点跑不掉了 他的伤害应该牵死这个剑膜 打不了 这边回血回起来了 再打出一个练习 最后一刀砍下来 是 他必须要做救世主 才能挽救啊 他身上也没有忠雅 只有一个水盐 这边又开 又是这边 来 他都被秒了 对 JK飞就被秒了 JK还没有进场 但这边团队也被融化掉 如果这边残食的话 感觉不太感性了 JK有点成想完的味道 JK的大招什么时候飞 飞了进来 他自己也没弹一下 JK我可能危险 JK我还活着再来 看一个秒秒 JK活住了 球队也被砍掉 最后一个人是Lokan Lokan打不过这个剑模 不过剑模自己的Q1失误了 大家感觉这剑模有闪现可以追 点果子不是被敲了吗 Q2投开 Q3投开 Q3投开 Q3要被修了 Lokan 还想点果子 Lokan Lokan 在这个拼操作的过程中是拼一个 这一把必须要给尊敬 给尊敬 这一把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NAT 但是 NAT被秒了 但是 队友的反打很给力 超过其他队友稳住了呀 凯南配合Lokan 打了很高的输出 其实这一波真的 这个双 这两个盒是可以秀的 飞进去被秒表拖住了时间 两边都在秀啊 操作都拉满了 这一波团战真的没有输家呀 太帅了 这一波团战两边打的 Q1和W 就全超美了 其实他这个Q3啊 哦他省现差了吗 这不知道是OPBug还是怎么样 应该当时展现美好了 哇 最后一个Q3被打 关键是被点在蓝色的视野之后想回头啊 三条大龙了吧 我感觉现在应该是爱奇最后一波的机会了 这一波再接不赢的话 那这一波很危险 中路直接上了 延续封路 封住了一个后马来Lok 让Lok手大招 两个问题不大了 直接关键 前面Lok飞了进来 大招给上 Lok被打出一个复活 这一波紫山也要被打出复活了 紫山的话 乘客已经被打得出来 熊熊的角度已经闪现了 Rookie的输出 大家可以 如果积极应该闪现 Lokan要反正打Rookie Lokan已经被秒了 但这个Lok这个Lok这个小鸡 但是Night那边还是撞得很好 宝兰应该是逃不住了 这一波涛博应该是拿下了 结束了 拿下拿下 哇涛博这一场一度落后七八千的经济 Jeky上去也是来不及了 直接被点掉了水晶 但不得不说啊 爱奇这样的一个打法 是让他们在这一局当中吃了一个大亏 涛博也是成功抓住了爱奇的失误 翻了这一局 成也大乱斗 败也大乱斗 真的是 这把关键是给涛博建立了信心 对 欢迎回来 再一次经济曲线见证了 比上一局还要大的经济领先之后的翻盘 是的 在I3第二局其实是想要趁胜追击 在1比0的时间点以后 拿出了一个比较偏向前中期的一个阵容 而且在下路其实是 靠着前面Jeky Love跟宝兰出色的一个Q进展的一个发挥 把下路的侠直接给打爆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对线的角度来讲 Lok已经退出游戏了 每次我上场的时候 队伍都已经陷入危难时刻了 然后我上去基本上都是帮他们调整心态 然后多指挥指挥他们 跟他们把那个沟通什么的都给处理好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去操作 如果打上中野 上中野的话前期的战斗能力肯定是套拨这里更胜一筹 如果想打的话 只能引入就是尽可能的是拼刺刀的局面 别上中野三打三 三打三你保证没有期望 是的 六级前感觉都能打 六级后不好打 对你要让蜘蛛 而且就这种打法的话蜘蛛是一定要先上 是的 上路有视野很难抓 这个兵线 上你的妈这个英雄主要太难抓了 哎呦这个走位还勾引你 还勾引你啊 他这个感觉走晚了吧 这一波感觉要死啊好像 哎绑到了 哎绑到了 这有视野的呀 这一波三六就感觉有点 他有点愣神 他这不算是勾引吧 他这肯定是 没有我我一开始其实想的是 他觉得哎你蜘蛛形太后过来 怎么也躲得掉 结果后面就有点迷 哎呦这边有点截道了 这边跳过去要打一套的 小乐岩这把截斗起来了 主要是三六就被那个 则下的一闪近身了 是的 那被坎南遗到的话 这一波是必死的 他后面觉得如果我闪现 拉出小兵的话 我更容易被节俭 所以他想在小兵里面先 哎先先想避一下 哎 结果人群当中解俭 哎这边一台了 两个人但是有盾有盾 还不出太多伤害 这边一针应该是一波一脸 被抓住了机会 找到又是一脸 又是环绳一个台 又是布隆举盾 一毛一样 是的就两边都不想和平发育 你看出来了 埃基的下路是不想和平发育的 但是那把下路是太难产生击杀了 是的 哦 这边 小兵里往上走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你如果走掉的话 三六就怎么办 又在搞三黄心态 这边是蜘蛛先扛很稳 大招开下来 没了没了 漂亮 三右连续被击杀两次 这波细节很好啊 就上下偷闲一直在刷 中野游走 一直在干事儿 随便一个草元素 钻到宋没六 好像是想秒 熊熊没六 这波熊熊要死了 刀妹过来打三个 但是刀妹这边没什么蓝了 刀妹拉两个 这波刀妹有没有机会 刀妹没蓝了被定住 这波的话 感觉套博的中野有点小炸 有点炸了 这波布隆的游走非常灵性 而且上单也是都写到了中路 这一历下去想偷掉一个残血的奇亚娜 但面对的却是一个布隆 第一局那种疯狂 这要快被动 这让这波有点危险 想换宝兰 操作真不错 而且这边大招给了一下 入口这个大招是白推 身上有个闪现 但是这边也不敢追了 两边都是浪费了一些技能 那这样的话 珠妹的大招也进入CD了 幸亏中路限短 IG这一波其实技能已经丢得非常糟糕 不过这波比较可惜的是 把369的TP给逼了出来 这波能不能够刷开布隆 不过切亚娜就在旁边 没伤害 熊在这边没伤害 过去硬顶 后面落来了 奇亚娜上去 但是千亚娜是没大招的 直接给大了 一地刮一个大招 球就跑掉了 而另外一边蜘蛛有点危险 悲天没地儿飞 悲天躲一下 这边要反打369 三六九 这边没什么血量过来 一个点燃要杀 这样的话露言是被杀掉了 套博式的一个 再顶一下 而这边宝兰怎么办 宝兰这边身上是没有闪现 这样的话 套博可以是杀掉对方的衣服 乌龙可以抢起 还交了一个死亡闪现 但是这样的话 则晒在上路 已经点穿了吧 上路的塔皮感觉要吃完了 则晒在上路要吃完了 要推塔了 这个忠也太强了呀 蜘蛛加奇亚娜也去抓鞋子 好吓人 朱卫这里是没有 对 忠也太吓人了 坎南也进来 要杀球撞 就是因为交自己的 一技能跑掉了 是的 而这边的话 下路的塔应该是有点难守了 没杀了上路上怎么办 乌龙也遇到了 都没攻到 那在这边还要打吗 乌龙这波是没大的 这波乌龙也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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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点队友 乌龙这边有危险 看队友赶过来 诶 奈特 啊 队友太多了 埃及这边 是的 奈特里边有点孤军深入 因为队友跟职员不上 那这一波这样交换下来 感觉唯一转的可能是上路 369能够稍微地缓一波 还是这个乌龙太肥了 是的 没这么肥的话 其实挺好处理的 但是太肥了 这个位置 发现一个残血的落 哇 还有别的 但是自己被秒了呦 如果可以这里的话 应该休不动了 都可以拿到一个终结 这对于涛博来说是非常赚的 就像刚才Ki上下说的那样 他们打的后面会越来越好打 尤其现在已经来到了 Ki上下所预言的 涛博的优势期 阵容优势期了 对 15分钟以后就是了 但是他 找角落 正好中的正着 没了没了 但是你被Rookie这样玩的话 还是挺难逼的 尤其 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在旁边蹭一蹭 找机会 哎呦 直接闪现交得很快 要死了 两个闪现跟过去 杀一个369 iG现在很清楚怎么玩 iG叫两个闪现打对的 因为他实在是需要 对 他就一直抓单 对 赶时间啊 而且正面就是EZ 这种不太容易阵亡的英雄 哎 但这里 感觉有点要事情了 被抬了 布隆山来给个盾 这一波的话是超过的一个机会 布隆西跟他打得很好 这场凯南进来被递了一下 凯南对不是没有闪的 布隆西倒地了 但是那边的话 三个角落被秒掉 但是这是一个残血 凯南那里是死神来了 死神降临 一个三杀 一个推强杀三个 这一波就是 一波完美的让后点 虽然 虽然可能涛波真的找了一波机会吧 但是布隆顶了太久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 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就是乐岩这把的一个表现 开 乐岩被开到 但这边的话乐岩有一个飞天 又飞天 直接过来跳秒 又秒了 如果这边进来秒的对方的补助 卡莎飞进去 卡莎自己被换掉了 只换了一个打野 开到机场 这场三个人 这一波可能被一波了 要一波了 这里还剩最后一个三六角 面对这方穷凶极恶的五人组 四人组 这边是倩王掉了打野 进不去 送了一个 送了两个 送了三个 又死了一个 但是也没办法阻止 埃及拿下这场比赛了 是的 光是带着超级兵就赢了 这场确实埃及的中野吧 中野前期的发挥 节奏带得太给力了 继续一下 刚才娃娃说的那个 就乐颜这一场 我们说中弹都在他肩上 他扛下来了 是的 他扛住了 他扛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埃及依靠逆三把 比较好的一个发挥 拿下了赛点局 但是现在淘福的粉丝们 依然有机会 因为这一场比赛 我真的决定了太多东西 每一个选手都不想输掉 欢迎回来 这一场的竞技曲线 终于没有让埃及的粉丝 再像他们的系列图一样 起伏了 这是一局比较正常的优势方 然后会玩血球 对 然后靠着整个地图的给予压力 以后拿下比赛的一个胜利 这一局其实第一个点我想说的是 看得出来小白教练的 淘福的一个尝试 待会有BP版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BP的一个失误 我想接着说就是 去蓝层方还有一点是九筒这个点 淘福可能也要被破班 淘福就自己带红色帮要关快 淘福就要承受九筒这个班 又是Rookie又是奇安娜 第一场第三场 MVP都有中单Rookie拿下 本场比赛再次使用奇安娜 达到了11-1-2的豪华数据 30%多的上海战比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阵容确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BO5应该是最新的BO5了 首先那边有两个皮肤的 对 懂了 哦 这帮打得很不错啊 居住隧道漂亮 但是他这个 自己也被可以飞行 打到了 自己也被练了一下 我两边中路就是各种换血换药嘛 这个是想帮鳄鱼先的优势 因为这个思路就很多 你选鳄鱼必须要帮他 他好像被鳄鱼换了一波子 走赛选量很低了 是的 红色方的一个专利啊 但是你要这里直接过来绕的话 其实等级并不是很高啊 你双三级直接跃塔 要看鳄鱼的先手 要看鳄鱼的先手 先给一个救赎 给到了 被打就到了 但是这个闪现是白桥 十大鱼就跟熊秀 熊秀拿到这个第一滴血 而且这中路有助攻啊 对 救赎是撒到了一下 蜘蛛从背后也要过来 也没被看见 现在是有操作空间冰线要往里带 人要进来了 这一波下路应越 泰坦加蜘蛛的预海能力也不错 要看球球 要看球球 出来了出来了 蜘蛛得抗 这边要路 哎 被绑了 这边要先杀LOKAN 哎呦 这一波预海可能要出事 这边有机会 现在一个一个 虽然死了 但是换一个泰坦机倒地 球球的话也是残血跑了 乐园这边闪现过来 交了一个治疗 队友保抑一下大家 乐园还是量死 这波要出事啊 这波涛博血转 鳄鱼下来一个双杀 而且我们看到 这边TP下来的剑魔 也是被防御塔白白打死了 左下坟了 崩了 这边还完了 刚才就说了嘛 肯定无限来上路了 左下这个位置感觉又没了呀 应该是跑不掉了 应该是 下落想来 哎 这边好像是 哎 绑到了 这边是个预判绑 看一下球球那边好像跑了 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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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下落好像跑不掉了呀 大鳄鱼3-0开局 可以 崩了 哈哈 子海这里 炸穿 这边能不能牵手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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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绑个蜘蛛 绑了一下 绑了一下 绑到霞 这个绑得准啊 绑得很好 洛克被秒掉 球球这边 他想继续打 但是这个换抗很小 有机会有机会 伤害两层电击 刚刚上失 但中路两个人就赶过来了 哎 绑到这里肯定是跑不掉了 蜘蛛能不能够稍微溜一下 先拉一个飞行 这边 漂亮 球球这个W打得太好了 乐园这边也是被打了 这边还没记得了 奈特是拿到一个双杀 但是自己皇子这边是被秒掉 哇 这真的是 双方不停地在换人头啊 这波总的来说 下路是一波二环二 太惨了 下路 继续 深勾强嘛 但是准备要死大了 又绑到了 这 这能够人闪现没招出来 他没想到 他没想到 这个一 这么远 那极限距离啊 上路又来了 又来了 两边这都是互相 先拉 闪现 闪现 还没有猛猛 还没有猛猛 还是没法跑 不要的话 两边互抱 一边抱上 一边抱下 这边下路有点惨 那边上路也很惨 而且卡仗还有都等呢 而且大鳄鱼自己的闪现马上就要 传送马上就要好了 是的 下一波你再来下路 下呼越的话 这个鳄鱼下来可能要教你做人了 这边大招 这边大招 闪现普攻 过去下路 还要越 W给的 道路拉不过 这边闪现躲了一下姐姐 但这边的话 爱琴肯定还是要越的 这边乐妍先打 打Loken 乐妍那边死掉 乐妍抗打做得很漂亮 一颗角了一下 手里面被太太 反身打电 这波宝兰的操作很漂亮 他是反身电了一下 这边球球已经交出这些闪现 躲到乐妍 没有被防场放掉 这边乐妍兰来了 Rookie下到 要摸位子 要摸位子 Rookie不能正面上 上不去 这波爱琴的野妍打得很漂亮 这波怎么又来了 哎你们 这还玩不玩游戏了 R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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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线没秒掉 乐言的话转了一点 哎呦 这个下午前面没有人管啊 直接随了一头二塔 还是要管一下吧 土龙的时候 IG的有没有正面参战的能力啊 卡莎现在两件套 下一波鳄鱼依然很强 还是鳄鱼的尝试器 还是鳄鱼的 这个飞行打到有点伤 赶紧留 想留这个太坦 哇 背后方向要勾到 鳄鱼鱼接比较自己的闪现 这波要溜了 三边鳄鱼要反打 但是左一边扣一打 所以进入自己的闪现 这波的话 IG好像有危险 这里是熊球招出自己的闪现 打出给苏凯米秒了 这一波的话 鳄鱼应该还跟谁 309定到一个太坦 太坦感觉藏不住 可莎这边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JK老师这边还能上吗 369活了下来 JK老师这边不太敢进 但他这边就给一个催眠水泡 听出了JK老师的闪现 哇 这一波团战 IG感觉不可能接的呀 因为卡莎的曲线 不在这个时间点 那这样的话 鳄鱼利用这波团战 是极大的扩大了自己刚才的领先 都是主动找实际的 是的 IG是自己打了个先手 他想要双重包夹 这波团战是撞到了飞行上面 他这个双重包夹没勾到 哇 打着这个左节俭啊 而且这个鳄鱼太肥了 他刚才则下一波进场 想处理这个鳄鱼 这鳄鱼顶了太长的时间 又造成了成坤的伤害 哇 这熊兽是左右横跳 就跳出来了 是的 终黄组啊 这边是被打出来以后才交了闪现 而这里以后治疗拉起来 建模也跟不上 JK也不感情 因为他是个大人头 他很清楚自己这个人头再死掉的话 IG这把彻底没了 是的 TOMO的领先很大了 领先很大 这边的话则晒进场 但是霞的话有个道弓 没有 没有 这边进化解一下 NITE还能胜 道弓拉一下 霞 啊 这一波的话 已经绝望了 这居然是NITE拿到了这条大龙 不具备偷掉人的资本 没错没错 蜘蛛 蜘蛛 一波消耗 球叫这边反开一下 正面这里 RUKI里面能不能投球球 RUKI RUKI RUKI没有选择的拳拳 RUKI里面进来 先把369的一个闪 大招逼了 这波 这边春哥 哎 爱奇的拉着很漂亮 哦 已经被秒了 他没有春哥 这波还在地要死了呀 啊 哎 这波惹蜘蛛打得很聪明 他都退一勾引了一下 霞虎那边要打 但是霞这边抬一下 霞这边的话应该是有大招 能保一下吗 霞站住到最后 但是 蜘蛛进来好像换掉了 配合乐富兰换掉了 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波 淘宝被那个蜘蛛勾引了 这其实一个联络 哇 哇 哇 哎 刚才你在把那个乐富兰 中期没用的话再说一下 呃 说是在耐特的机会会多一点 哦 RUKI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哇 这一波 哎 哎呦 复制的R是没有那么练到 这波练到感觉 感觉有了 我感觉至少交个治疗 但是这边 哎 头要的之前直接逼头 哎 RUKI中了个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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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JK 那在关键时候还是拯救了队伍 熊在这边 又被打出 跟春哥 但是后面 RUKI中了个打不了了 描描在这里等死了 两边AC可能这一波都没了 交伞交了一个比较莫名的道夫 没有很力 但是这边这场淘宝还是更凶一些 鳄鱼是无敌的 只要没有这个JKL的一个输出 我们看一下这波他们怎么选 因为正面是一个死打 大龙直接拿 RUKI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差 RUKI应该是不太能够最多干扰一下 实在是没有什么本钱下去 打眼 诺言 蜘蛛也在啊 这什么想法啊 我的天啊 诺言可能想想 想偏想偏 但是上面没有视野 先把暴力果实点掉 结简给了一下 不敢下 都能在上面想要去偷 现在RUKI也不敢下 JKL 哎 被拉了一下 踪入好惊险这边把蓝 蜘蛛上来了 熊熊上来了 直接把这边蜘蛛处理掉了 卡莎活了 有没有机会 卡莎没GP的啊 没有GP 但这里打掉一个春哥吗 三连去这边 打不了 哦 蜘蛛也回上来 可以坏吗 春哥还是被卖了出来 但RUKI跟宝兰两个人能不能 JKL抬到了宝兰 宝兰应该是要被卖了GP 这边进场了 要打上个Buff 龙种被打了两个 RUKI在这边还在拖 鬼叔要进回到原位 魔影秘踪要再度向前吗 要再往前踩大 还有复制的吗 这里 首先RUKI在旁边 一直在旁边想要去偷 这LOKAN也上头 他点了 点RUKI干嘛呀 非要去追一下 这个链子如果复制到的话 其实正面都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干涉的局面 但是NAT也是挽救了局面啊 他如果不是这波秒 JKL这波IG要赢的 是的 这波睡到了 因为你看 直接EQ下去 大招盖到 你看那个LOKAN也没血了 这波如果JKL不是被NAT秒掉的话 这波IG要赢 这波RUKI真是把乐福兰打出来了 哇 在后面A两下 红BUFF就被RUKI逮到了机会 双招直接逼掉 让自己还是难以逃出升天 跑不掉 太灵活了 看他我们在看 正面拖到JK能复活 我也是没想到的 真的是 打的人都活了 打的人都活了 这边一个DW 打到直接飞进去 这两次都已经跑不掉了 没招了都 是的 而且A7这边就打又有自信 又来了 打不又还好 这DW中的话感觉要死 来 洛言 找闪现 没有被Q到 这边赶紧拉开 黄索的EQ 要追 他现在保留一下 在自己这里应该还是跑不掉了 闪现要开了 现在下开一个大招自保 三远卡住位置还不错 三远连过来 追风的话逃不赶紧 哎呦 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 还是他们想明白了 只要我开一波 好像我们还是优势的 只要能打5A5 不要被对方骚扰 心态就可以了 这一波想逃了这么久 还是不应该就这一波 是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把还是 涛博从一开始 就有一定的优势 最终 中期顶住了IG的大乱斗 这一把 涛博学生前期的优势 还是再加上 在那儿呢 而且中期当我们拿了那波 抢龙其实也很关键 是的 而奈特选手这一把 选到左一 我觉得正如评论席所说 对 王牌选手在这种关键时刻 奈特这一把 站了出来 把比赛拉到了最终回合 我们再次恭喜涛博 让我们期待双方的决胜局 欢迎回来 这场虽然战至35分钟 但是你会发现在中间一度 当涛博最高领先到8000块的时候 IG又在自己的高地前面 找到一波机会 是21分钟多一点 就拿到了8000块的领先 但涛博一直没办法 结束得了这把游戏 那种在决胜时刻带领队友 拿下关键局 拖到第五局的那种怒口 MVP 颁给的是陷阵之日 有死无生的熊秀 全攻击装黄死 代表了他的决心 第一个就是 我们去年是夺得罐的队伍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春季赛也是夺得罐的 所以说下期赛如果 就是春季赛夺罐的情况下 下期赛还没人打出国的话 然后就感觉 就感觉自己很丢人吧 然后也想去世界赛证明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 跟就是跟去年相比 我们今年能打到什么 先帮中路拿 然后最后给到一个上路的卡特 杰斯我觉得可以 杰斯可以 这把杰斯真可以 上下上中都可以玩 而且IG的招牌的 我点一手杰斯好吧 卢西安 什么 卢西安 中很 不不这个英雄有可能上单的 对 中还上了 我问这个问题 有下最近有练过这个卢西安的 卢西安走中 那其实也 吸血鬼 吸血鬼忘记了 补一下AP伤害吧 因为他前几手都是AD 对 那卢西安应该中 对吧 没毛病 没毛病 挺有意思的 拿了个猪妹 中上又选了两个长手英雄 是的 这把猪妹感觉没什么人能和他配合 而涛博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就是打场好厉害呀 但下路牛头有一个先手的能力 不过下路的狭路 杰克这个位置很危险 这个位置闪现 二连起来 宝兰这里是想抬熊秀 熊秀这边一颗出手了 杰克这边是送出了一血 一阶拿下 但是 这波杰克也没必要交技能了 杰克实际上是有一个TP的 对 但是这一波也是缓解了Loken的一个压力 他现在把捕刀也是追起来 要推 但是这边要交提 是很要反打 想抬 看下二杯准飞了 顶了一下 而朱妹这边 乐园 想杀一个没有闪现的牛头 不好打不好打 这些小兵太多了 兵剑太多了 那这一波的话 TOP还是蛮转的 是的 球球又来了 杰克老虎这边没有队友的 这里很危险 被顶在墙上扣起来 杰克老虎这边闪现往左边跑 宝兰这边要抛护掉队友 但是Loken躲掉了 想去反打的 闪现天脸 本来换掉了 但是自己这边皇子还有1Q 1Q过来揭开大招 杰克老虎倒地 宝兰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技能了 这边要跑不掉了 应该是双杀了 污辱这一波熊熊跟球球啊 我觉得杰克这一波其实走就好了 因为你下路是两个闪现都交掉了 来完成这一波反杀 东西你起来的时候 我也能够有一波经济宝吧 下路又来了 熊熊这个位置非常的交断 口狠 但是这一波的话 朱妹就在附近 这边的话先开一个大招 杰克老虎躲下伤害 球球这边大招 他还在手上 朱妹来的位置被发现了 这一波的反蹲 这一波的话 埃及在中路防御塔 应该是要被怼一头了 对 这肯定放中路收益是最大的 你本身就是个卢西安 卢西安的塔 如果能快点被推掉的话 那又是非常大的 卢西安就废了 就废了真的就废了 不过这里埃及明白这一点 所以提前叫人过来 过来防守 但防守的力度好像不太过 哦哦哦 拐到两个英雄 那这一波中路可能有点难 四个人过来 强劲要打一个爆破 逞电打叫没有兵线了 这边要后撤 二三个九本身有一个天雷 在这边又躲掉了 但是这边还有了 这边后来想用打回塔内 这边身腰洗礼洗一下 血食口塔 能不能换掉一个洛言 没有被换掉 之后善拿到一个人头 等兵线到位以后 他们在从后方撤退 非常的稳健 那与此同时下路也是在被推 医学塔的一个较量应该是 哦呦一队的大招 现在就被禁出了一身冷汗 应该是 应该涛波拿下了 涛波这边 哎 中路飞机正网了 是霞洛动手 双人组 对中路 那这波涛波鞋就不赚了 是的 宝兰太灵活了 开不到 但这边有GP 是369的吗 而且奈特有GP 那这两个人可能要没 这两个人可能要送塔了 要送塔了 但是他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 看到了 369这边至少死一个吧 我觉得 应该要卖霞 这边能跑吗 霞是肯定要死的 人头是熊熊拿下 哦 洛是活了下来 对 这边霞是自己很果断 就头怀送爆了 所以你这个 不需要存防对吧 没有那么发费秒 一球没打到 反正还有凯 这边卢仙打那条伤害 黄紫飞逼掉了自己的闪现 这就是那个点 他太脆了 但这边熊熊是活了下来 这边Rookie有闪现吗 Rookie有闪现吗 Rookie位置不是特别好 往后拉一下 球就这边往后 要往后拉 所以Nite 那就跟泽山做一个王者BK 但Nite感觉活不下来了 泽山还有一个雪石 一分爆掉 Eda这里也很危险 Loken一脸了 但是EQ 挑Nite 挑这边的 刘山倒地 熊熊这边的话 还要盖住给 周哥那边也没表 凯旋的这波回血啊 这边的中上 两个人有点上头了 但这波的话 爱琴还是转了 他们在这边点上 三个人收获得了 对方的三个人头 我现在必须要推进 必须要把比赛的节奏加快 在这一波 EZ一个大刀先刮一下 没有刮到英雄 而这边 泽山是要是没有 大招 欲怕了 但还有水仪 凯南的精巧 凯南 宝兰是被融化掉了 泽山这边要被杀 这里的话球球也倒地 这一波的话 爱琴的开场好像没有太好的效果 有三个残血 打了一波 打了一波一换一 二换一 对 泽山这一波伤害Lama 也是打了几个残血 没有死人 看这个艺术归艺术 其他人打不到 没用 这个太艺术了 在Loka这边的反应也很快 然后包括 后续凯南的进场 也是保护了Loka的输出 对 导致这一波正面的IG 只打掉了一个牛头 而后面泽山 由于没有人帮他补伤害 一个人打残了两个人 对 不过你开凯南的话 自己这边短手的飞 过去 凯南 凯南被秒了 有了好像凯南直接被秒掉 凯南最少了 凯南最少了 凯南打得很好 很果断 凯南这把小诺南打得真的好 凯南这边是没大嘛 凯南没闪没精神 这一波只要能看到凯南跟飞机IG是能赢的 是吧 我感觉肯定是有的 但是实在刚才那个地方 没办法 实在看不到他那个 这一波 这一波吸血鬼啊 吸血鬼怎么办 先把视野排掉 吸血鬼 有闪有大的吸血鬼 有TP啊 凯南看你他位置 凯南看你他位置 凯南听的位置很雕端 这边凯南 没闪 但是JK拉伍这个位置有大 这边宝兰保护一下JK拉伍 保护三又是这边大招的效果一般 这一波不能再打到淘宝感觉 因为虚语鬼进场了 一队大招刮得很好 一队大招刮得还可以 但这边要吹 今天大招的卢西安 但是皇子鸡也被秒掉 两边是打了一波一换二 吸血鬼那边一闪 一闪 一闪没有放到这边的凯南 一闪没有放到这边的凯南 路口那边进场了 但那边猪头抵了起来 我有这个小的也没有猪头很关键 一阶大招 诸妹你到了最后 但这一波的话 两边都是损失惨重 二换三 一旦使他处得上空的情况下 你会一波一波被他挪掉 这边的牛牛是没闪的 牛牛是没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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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球这边一边跑路掉了 球球这边的话是抓了一个没闪 那这波还抓一波 那这波还抓住一个机会 IG是想硬打大龙吗 至少逼你过来 这个凯南怎么解决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凯南这里 这边要落开 落是有闪有大 是的 过去就在打了被发现 这个时候就全部押在369的身上了 打得非常快的 血鬼在这里先阴了一下 一阵大概关了两个人 正面打得很快 有一条土龙 IG选择了果断的Rush 不过黄子的棋子也就插了下来 这波IG很危险 IG很危险 落里面要开 鼻子一个水鱼 开的 太美妙了 哦 奈特也是被逼退 但是跟乳凯还要杀谁过来 一条机会 两条是大招 而且大龙打炸了 而且大龙打炸了 IG重新掌握了 球球的一球被打断 热热的猪头 打断了他 而且宝兰也活了下来 这个老子打得一个杀到 我的天哪 涛博在这种时候 再一次被IG 从经验上战胜了呀 这个表现来评断 乐园这一场会怎么打的话 那里头上当了 对 这里 熊熊EQ已经交了 洛西边要抬包 哦呦 是 IG也很像 现在打下秒掉了 哦 这样子 赛在里面直接上一个大招 赛一个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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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一个先被秒掉 但其实不讲道理了 不讲道理了 赛一个再杀 这边的话 一直在旁边 打一些杀 又可以抵了上来 乐园那边还能修吗 乐园那边速度打得很慢 这波要冷静 但想到了 乐园冷静不了 乐园冷静不了 这边的话 只是一个LOKAN 能修吗 所以我们这个呢 跟乐园在塔上 拿到一个团命 一波直接交各闪现 冲上高地的团战 打出了一波 一换五 我的天哪 这个才是IG啊 哇 这一波打下来以后 我们发现 超过稳了全场的节奏 被瞬间的击垮 全乱了 全乱了 大龙buff的团战 超过溃败了 我们喜欢看电子竞技的比赛 喜欢LPL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的新大回放 皇子直接被追 EQ张起来 交了一个死亡天锋地裂之后 队友在后面不想放弃 但是戏剧太难开了呀 真的是不讲道理 第一波团 三六周也是没办法 虽然LOKAN跟NITE 打了很多的伤害 但LOKAN来的有点晚 这一波乐延在前排 是承担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主要这一球我们以为IG都会撤 但他们并没有选得这样做 是的 两个长手的幅度 等一下正面又打起来了 一直接入 开始了牛涛 这边球队可能要被卖了 能够逃不住 感觉刘涛交出了自己的闪现 赶紧交上 主门一个打动 又给到了没有大张的牛涛 这边还是成功的撤退 对 这一波IG稳定的话 可以等刘涛的闪现好 是的 或这里黄泽被吸引了 后面要先追了 他很脆的 这就是烈士局去做视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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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野不能死的 这边赶紧交闪现拉开 能反打吗 打不了打不了 好像也没有反打的机会 这边IG很聪明 IG他只要等 熊熊回家 然后他就可以动这个龙了 往来先刘涛的闪现马上 飞行飞 W先规避一下减速 自己反心给的大招 这里还要追吗 反当了然 这边宝兰要上 闪现不来 三流交出闪现 牛涛被卖了呀 老牛被卖了呀 因为这波熊熊才刚过来 那大龙 没有牛头 感觉 淘宝这里少了一个很关键的控制点 是的 因为前排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再少掉一个 打得很快 不是对于淘宝来说 这一波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坎南还有大吗 这一波四百五 落水大了 还快到猪妹拿到了大龙 惹杀的话 这边没什么战力 应该往后拉 IG的话全员撤就是 最理智的选择 三六九 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感觉这一波有点 有点玩火 看多了 IG 在 危险的边缘 在试探 疯狂试探 因为本身我们知道 淘宝的这种手很长 2DP 要偷炸了 哦 正面也是 正面三个DP吧 没断到 一个都没断到 IG的BOT选择 好像并没有奏效 是吧 三个人也是回来过来 三个CV都有DP IG有大招没闪现 有大招没闪现 大招没闪现 大招有机会 不过被震眼发现了 被震眼开了 震眼解开了 先有个大两个 震眼震眼震眼 而且特 Druck 也没有 开小雅 但是这边 主名没有蓝了 结束了 被震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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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哎呦 预言 预言 保住了自己的flag 今天两队发挥都很好 都很好 打了BO5的决胜局了 但我觉得IG在一些关键的角色 你看他们那些果断的先手 包括在怎么打这个团阵 他们也处理得更加冷静一些 我觉得是西洋温是老的了 对 超国从春季才到现在 所有的进步 每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拼搏 我们全都看到了 但是IG在这个BO5的最后一场 他们变得如此的细腻和严谨 两边只 作为2019年LPL的三号种子 成功地进入到了今年的全球军赛 也有机会再一次 向着他们去年拿下过的奖杯 发起冲击 完成卫冕 即使2019年对于整个IG队伍来说 包含常规赛 包含春季赛拿到了冠军以后 前往MSI也没有办法 继续地拿到一个国际赛的一个冠军 但是在最终他们拿到了一个 再次地去挑战世界舞台的一个机会 讲解很回屁 好 音乐响起 这场的梅赛得是奔纸之心 小乐园 中期的几波完美的开团阻挡了超波最有攻势的几波团战 三零十四的完美数据 可能有挣扎 在这个比武当中 有出现失误 甚至有在第四局出现给机会 给到比赛结束的失误 但是他能调整 他能够站出来 他能够在第五局 用自己完美的数据帮助团队 就是拿到这招入场去 拿到这招入场去